这样过 请你跟我这样过 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的不管是吃的用的喝的这个摸的很多东西呢它其实我们节目长期啊在追踪这个毒素的问题 我们都在跟大家打造说哎呀你这是 他不是毒中不自服啊 你用的对的那就是服用的不对的那就是毒喔 不过真的耶从一出生开始我们接受各种东西 接受的毒素喔 调查显示每一天接触有五百多种喔 有这么多吗 感到一出生就像慢性自杀一样 每个天啊 那所以怎么办才好今天我们好一个一个来普及 好 热用品处处暗藏毒素危机千万不容忽视 今天就邀请到化学教授吴嘉诚 皮膚科医师廖热利 医药记者王瑞玲以及久安 科医柔范时轩 告诉你如何用得更安心喔 所以呢我们现在要调查第一种毒啦 好 这个东西呢不晓得各位会不会像我一样 比较胖小培挂喔 是 所以只要大客价光是买卫生纸就好了 大客价之间我们捡便宜 或者说路边有人在发或是加油站在拿 那一种便宜的卫生纸 各位 你们会拿那种卫生纸的请取牌 哎呦 每天都拿 每天都会拿啊 对啊 免钱的要拿啊 不然不要说这个叫物以类聚嘛 好 重夸人啊 好 乙柔 你拿的是什么样的重夸 我拿的重夸很多种耶 因为比如说像我们有开车的人 对不对 比如加到一个金钱他就会送你 而且你知道越乡下的地方送越多 对 有这种一样送整袋的都有啊 对 我今天拿到我吓傻了 整袋十包耶 一整袋有没有 十包有那种抽取式的喔 十包 而且是知名品牌喔 对 然后再来就是比如说路边 其实最常的就是发湿用 然后你看你加信箱 常常也会有那种密集的 也会 那种我们寧可挫插不可放弃 对 你知道尤其像我又是过敏性鼻炎的人 我那种对卫生纸的需求量很大 太大了 对 然后女生上厕所一定要带卫生纸 也要 跟男生不一样 所以女生卫生纸太重要了 是 我听了都觉得好可怕 拿来醒鼻子上厕所 都觉得那些卫生纸的品质 真的 没有看过的牌子 你敢用喔 可是我有分 比如说像那种就是 那种外面发的那种一包一包的 擦屁股 我OK 醒鼻涕 擦屁股跟擦 那有的时候就是那个比如说桌上 有时候去吃饭吃鞭摊桌子那种可以 可以用那种擦 那但是醒鼻涕 我自己会额外再买 买比较好的品牌 你有区隔开就对了 对 我有区隔开 其实那个也不是说都没有品牌 你要加一个在哪的 两个字的品牌 对不对 然后你路边发的也都是有品牌 汽车贷款 那哪是品牌啊 当铺嘛 穿猴 穿猴牌啦 有些是没法法啦 我很有名啊 花用 你吗 我其实跟乙鱼差不多 因为就是 因为就贪 贪那么一点点便宜 然后就为了那个送赠品 然后去加满那个油 然后有一次就是给小朋友用 因为我想说小朋友用应该也OK 结果就没想到小朋友用 就整个发痒 然后过敏 但过敏 那小朋友的体质 真的不是比较敏感 像我们大人用的 比较敏感 这是怪体质敏感 不是怪她的品质不好 因为Baby她比较稚 她还没有你知道到百毒不清 她活到我这个年纪 已经到了百毒不清的一个状态 所以你们常常让她多接触毒物 她习惯 就是她慢慢长大 她就会比较没有那个敏感的状态 以柔还觉得这鼻子 比屁股要珍贵一点 对 比较重要 不是 以柔你要知道 鼻子是大家都看得到 屁股只有自己 没有关系 是不是这样 好可怕 我以前跟你们一样 我也是那种 我也是妈妈 我也会去囤货啊 为什么白木拿 可是呢 后来你知道吧 去有一个研究发现到说 你在这个里面的纸是再生 三级再生纸 因为为什么 有一个新闻曾经发生过说 我们也去拿那些纸回来 他发现里面打开说 这里面小黑点 白色上面有小黑点 你以为里面是附赠芝麻吗 当然不是 谁都会附赠芝麻 有耶 真的有些打开 会有一点黑黑的点点印在上面 你以为是真正的植物纤维吗 他们这么点 其实不是 他们是用所有我刚刚讲的 三级的再生 就是纸张的再生回收品 那些包括什么呢 包括你的肺抱纸 抱纸上是不是有油墨 还有 他还有用一些 就是我们发霉的纸盒 发霉的纸盒 对 那些东西其实都可以重新 再把它打成浆 然后呢 你应该有做过造纸吧 我们也就把纸盒 动人纸浆 你要把它 它弄完的时候 其实是灰白色的 你要让它白一点 可以啊 抱点荧光剂啊 都要漂白啊 滑石本啊 让它更蓬松啊 你说的不算 因为你不算是太真正的专家 我们要请教一下 吴教授了 卫生纸 它只不过就卫生纸 你看起来是白白的 也没有多夸张嘛 他也不会说 拿在手上就发亮 不用开灯 吴孝授讲之前 我先帮他讲一下 他说他要休息一下 有啊 你现在身上很多要休息 这个卫生纸 我们要知道 名字叫卫生 其实是相对卫生 不是绝对卫生 什么意思 就是说其实卫生纸 它并没有经过消毒杀菌 或是去照伽玛射线 这种过程 所以你拿到这一张纸呢 如果你的表皮是健康的 那没有问题 那如果你表皮是有受伤的啊 比如说有些人啊 就跌倒破皮啊 他最常做的事情 就拿卫生纸来压止血 对 其实那个上面 如果有细菌的话 就是感染源 所以就会引发蜂窝性组织 类似像这类的 因为我有很严重的残痛经验 我随便还跟你讲 因为我有痔疮 我不怕讲 你知道吗 所以你的痔疮 曾经蜂窝性组织炎 曾经发炎 然后你的小胖 看很尴尬 很尴尬 可是我跟你讲 因为有时候我们常会很用力 因为小朋友也会刚烈 因为你大便太干的时候 因为很用力去 那我又有痔疮 那所以那一次我就是 哎 顺手 手上真的没有卫生纸 没有什么 他刚好那个洗头发在发面纸 我就拿了一包去 结果呢隔天 我痔疮的地方 已经流血嘛 开始在化膿 所以我就知道 那个卫生纸 绝对不能放在你的小菊花 那是不是干脆不要擦 会比较好一点 对 不擦还比好 其实 所以我觉得 这样也不行 也会发炎吧 而且早上用水冲 用水 所以其实我觉得后来 我自己在怀孕过程当中 我会觉得免治麻头很重要 因为我后来我在临床上 有看到一个小朋友 他当然是没有痔疮 可是他妈妈也是拿来给他擦屁股 因为就是究竟给他擦屁股 可是那时候小朋友刚好在感冒的状况下 所以他的免力已经不好了 然后他在他的小屁屁旁边长了一个 就是所谓的炮疹 小朋友会长炮疹在那边 因为其实可以看他本身 他自体免性能就不是很OK 结果他拿去擦 才一个礼拜的时间 他就住进医院 然后医生去照他是肺炎 他因此从肛门的地方去做一些肠子 然后感染到再往上扩张这样子 很严重 那小孩子整整打了14天的抗生素 为什么不知道呢 因为他刚好在我儿子隔壁床 很可怕 那么严重 这关系拉很有 像台北地震高雄说话 是 你完全没有想到是 会有这样的关联性跑线 因为他后来是肠子感染 慢慢感染到上面来 哎呦天啊 吴教授 有这么严重啊 用一个真正大学的教授的身份 来告诉大家 这是真的吗 机会非常非常的大 因为我们现在买卫生纸 基本上有两种 好的合格的卫生纸 我们希望它几乎是100% 纯原纸浆的卫生纸 而且这个纸浆最好 因为纯原纸浆你要砍树 我们不希望树砍了之后 然后这树就没有了 所以这些树必须要来自我们的 国际的森林保育组织 认可的这个树 砍下来之后 所产生的这个原生浆 去产生的卫生纸 那就100%原生浆 有品牌的 它上面都会标注 对它都要标注 另外一个就是生产的过程 最好是完全全自动化都经过人 那甚至在接近类似无菌的空间去做生产的 那国内买到有这样子的卫生纸吗 CNA是国家标准 好的国家标准里面又给了政治标记 那个就是完整的所谓的 动化安全的生产的程序 但是它的原料必须要来自国际森林 这个保育认证的这个树木 纸浆产生的这个纸浆 但是现在我们是在推广的时候 我们要环保嘛 尽量少砍树 所以都鼓励大家用再生纸 对 但是现在这个观念其实是不对的 你用再生纸 再生纸就像刚刚这个瑞琳有讲过 再生纸拿来之后 它里面也许有涂了油墨 有其他各式各样奇怪的东西 拿来之后 你要再把它处理 打僵了之后呢 然后这个纤维就变小了 然后你还要把它磨给脱掉 磨给脱掉之后 它经过漂白 再经过氧化的过程 才能够产生所谓的 所谓再生的卫生纸 而且重点是说 它在再生的时候 其实里面它还原的时候 还加一些重金属在里面 重金属里面会有一些铅的成分 那铅大家都知道会影响 儿童的智力发育 那这也是比较危险 但是没有刺下去应该还好 很难讲小孩子抓了什么都吃好吗 很难讲你用刷嘴巴 而且卫生纸常拿来擦嘴巴的周围 因为他边是小孩子 这个讲起来很多人 很多家庭就很紧张了 对 我们知道很多人在房间或厕所 路边拼命拿拼命拿 加油站拼命收集 他那时候一整面墙排起来的 绵六色的 对 那卫生纸一袋一袋叠起来 对啊 好所以如果说大家要怕说 这种卫生纸比较不安心 用起来比较粗糙 那如果我们改用 比较细 比较绵 比较柔 对 我觉得说要花钱买 用在身上 就是像我行笔就要花钱买 那种比较白 你就区隔开嘛 对啊 那用面纸OK吗 对 吴教授 面纸跟不好的卫生纸 有可能他们相当的 如果说面纸跟好的卫生纸的话 还是好的卫生纸比较好 所以面纸不好 面纸比较贵 对啊 难道你们都这么爱面纸吗 对 当然爱面纸 所以请你说话要尊重一点 我们爱面纸吧 因为怎么说呢 因为我们面纸里面 面纸大家要知道 面纸是加了特殊的化学物质的 面纸是用来擦的时候 反而不容易破 对 它有比较好的这个张力 它不是制作法不同 制作法不同 里面加的成分也不同啊 而且里面的这个纤维的这个长短也不一样 我们卫生纸比较属于那种短纤维的 面纸必须要长纤维 那长纤维纤维之间又要密合得很紧 它有拉脏的这个这个承受度 那这个时候你就要加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啊 那加进去的东西最著名的 最大家最能够耳熟能想的叫做 就是让这个面纸呢有比较好的张力 不会很容易破 这个成分对于人体会有什么危害吗 哎呀多了啊 我前一阵子抓了一堆啊 我想你前一阵子得了一下 会怎样 前一阵子啊 那里面有很多是致癌物 所以你拿面纸去擦 特别是擦小baby 她的皮肤上沾的很可能就是致癌物 蛤 而且你这样擦一次啊 擦一次上面的这个致癌物的化学分子啊 就已经超过十亿个化学分子 哇 太恐怖了 那它是会从皮肤吸收进去 意思是这样吗 有的就直接就金皮了 没有伤口它一样会跑进去 一定要进去 会渗透 会渗透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求很多的厂商 用这样有致癌性的施强剂的 这种面纸呢 必须要立刻取消掉 不是 你说的这是一般面纸 它通有的一个症状 通有的 路边发的才有 不是 对我们台湾生产的几个大厂里面 有好几个都出现这样的问题 是几个字的 那个厂牌有几个字的 有两个字的 那有做什么用啊 吴教授你可以出来超级比一比吧 这个字 这个字 有实物在里面的那个字吗 你们讲得出来的 平台其实都会有 有没有一个实际的案例 比如用了面纸 它有什么症状 有 因为刚刚你也有讲说 你知道你们越白的越好 对不对 曾经就是在 就是在国内大学有一个实验 那他就是打这个小孩子 他们都喜欢拿 有个妈妈 他不管怎么样都 他脏的也好啊 他就是 不会用所谓的毛巾 他什么东西都用面纸 结果他那一次 他就把他抓去那个实验室 先是有那种荧光灯 就照那个荧光剂的灯 全部大家都按的 就只有那个宝宝是亮的 他就是一个荧光宝宝 他全部都在他的皮屋上 他洗完澡是用面纸在擦身体 你讲对了 她妈妈是用那个 医疗用的那个擦手指 比较厚的 她妈可能有洁癖 我觉得是有洁癖的关系 瑞琳讲的荧光剂 荧光剂如果 我就算好我身体发亮 可是会怎样吗 那对了就好 会洗干净不就好了吗 你好乐观喔 你如果能够洗得干净是不错 荧光剂很难洗干净 那我洗不干净 只要无害我一辈子 我都省电啊 是不是 荧光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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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荧光剂大概分成六个大类 那所有加起来化合物的种类 大概超过七八百个 有很多是非常毒到致癌性的 而且呢 里面有很多 变毒呢 它也有很多 我们过去耳熟能强的 这个很毒的化学物质在里面 大家如果还记得 我们有所谓的 三聚氢胺 好有名啊 当初 很多荧光剂呢 就是好几个三聚氢胺 重叠加起来之后 就变成一个荧光剂 你说三聚氢胺 是当初在毒奶粉世界的 就是那个东西 所以那个东西 所以不允许进到我们肚子里面 我要引述一段吴教授的话 那是当时采访的时候 他还讲了一句话 他还讲了一句话 他说你这个引述 你这个引述感觉 你把它当古色的鲜鲜鲜 不是 因为 为什么在国外 卫生纸可以丢 因为他们的可以溶解 对 那在台湾大家说 不要丢 请丢垃圾桶 那这观念对还不对 来我们先做测试给大家看 现在 放进去就好了 这边这个是卫生纸 这边这是镊子 头是放在水里 好我们怎么观察 那我们就把它搅一搅 好